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化學治療 那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化學治療 那癌症的病人他基本上就是都脫離不兩道化學治療的部分 只要是可能他可以幫忙消滅癌細胞 然後對術後沒有清除完的癌細胞 就是在幫他繼續後續的治療 那通常這樣子的治療的路通常都會比較漫長 所以相對的他負責人都會比較大 那往往都是病人就是會比較感到就是會想到身體不適啊 甚至就是無法堅持下去的一些部分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要介紹說我們在化學治療期間要怎麼維持那營養 讓大家度過化學治療的關卡這樣子 那通常營養不良的人他有外觀就是瘦小嘛 或是體重會容易減輕 那營養不良的人那如果在做化學治療的一些影響的話 可能就是第一個他會表現就是體重下降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治療的耐吸力會變差 導致那個降低我們化學治療的效果 那相對的也會提高治療的毒性這樣子 那比較嚴重的就是化學治療可能會引起不夠 那會停止治療那相對的治療也會降低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要講化學治療期間的正確飲食的觀念 通常我們要怎麼維持那個營養呢 那我們可以建議少量多餐 那因為往往一些副作用就是會讓病人都會吃不下 喝不下 那我們就會建議要少量多餐 那可以製造就是用餐的環境可以就是比較愉悅放鬆的部分 也可以促進食慾這樣子 那病人的情緒也可以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會比較改善 那飯前啊可以做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輕度的活動 像是散布 那如果說除了餐餐吃完之後 其實餐跟餐中間也可以準備一些點心跟飲料 那補充營養 那化學期間我們會建議高蛋白高熱量的飲食 那也不用去擔心說 那我吃這麼營養會不會去補到腫瘤細胞 其實是不會的這樣子 那相對的有比較肥胖的病患呢 就是也不要說趁這個時候說吃不下 會不會趁機減肥這樣子的觀念是不對的 通常我們要等治療完治或是醫生評估後 我們才會建議說病人去做合適的進行減肥這樣子 那動物性食物跟植物性相對的都有一些高蛋白 那動物性食物的部份相對的就是有像雞鴨魚肉或雞蛋 那植物性食物有含蛋白的就是像黃豆類 然後豆漿、豆製品都是可以補充營養的 那接下來是要講到的是 常見化學治療的不自用飲食的改善原則 化學治療的常見不自用有耳心耳吐 常會不自 跟連膜炎跟便秘腹瀉 那比較嚴重的就是可能肝腎毒性會變大 或者是在皮膚上面或一些紅疹面桃 或者是皮膚深處沉酌 那還有一些可能是停血啊 食慾不振、疲勞等一些症狀這樣 那我們先講到食慾不振 要怎麼在食慾不振的時候去促進一些飲食的部分 這樣子 像有時候醫生他可能就會詢問 你在打完壞療後啊 那有什麼一些症狀表現 通常一些病人他會就是說一些 會想吐啊或噁心感 那醫生就可能會幫你開一些促進食慾的藥 或是止吐藥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病人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食物 可以先吃 在就是在餐前的時候可以先吃 或者說一些比較高營養的一些 高營養的食物可以先吃 那之後可以在症狀的時候 再少量度才吃一些固體的食物 比較會容易吃得下 那點心的時間可以補充一些 因為液體的食物也比較不會容易過漲或過飽 那在準備食物上 因為基本上病人已經就是在治療化學的 化學治療的期間其實就是比較容易疲憊 所以相對的家屬跟病 家屬跟親友可能就是要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要準備一些點心 然後讓病人就是多養足他的身體健康的部分這樣 那第二個味覺跟嗅覺改變 我們可以選擇就是一些看起來就是色相味俱全的食物 那富含蛋白質 剛剛前面有講到就是高蛋白高熱量嘛 那可以提高他的營養 所以我們選蛋白質的食物可以取代肉類 當然相對的就比較味道不要太新的食物 那我們就可以選植物性的植物性類的 含蛋白質的 就像是蛋啊 豆啊 跟奶類這樣子 那肉類的話 我們在橫條的時候可以加一些調味料 例如說可以加一些醋啊 含酸 有酸味的可以促進食慾 那可以像是檸檬汁啊 或是番茄醬跟糖跟醋 那在食物的部分在橫條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一些辛香料 像是一些香草類 有些病人他可能之前是比較重口味 或者是比較偏清淡米食的病人 在這個時候在做化學治療期間 他可能口味都會 規格都會先改變 所以利用這些方式來替代來說橫條醬 那最後我們可以請醫生開一些漱口水 可以清潔口腔 那也相對的都可以幫助一些 像味覺溫、嗅覺改變的病人 我們在做化學治療的時候 對飲食的補充會有優秀療效果 那第三個的話是黏膜發炎跟口腔疼 我們可以選一些比較軟或嫩細碎的食物 可以幫助我們的嘴巴取決 那跟吞嚥 再來的話是避免刺激性的食物 像是酒精類的飲料啊 跟碳酸飲料這樣子 那第三個的話 可能就是可能請自己的家人 在煮備食物的時候 就是要比較細心一點 可能就是說要盡量剁碎啊、煮軟啊 或者是說把食物要放 再放涼之後再進食 因為有時候太熱的食物反而會吃不下 因為會導致臉膜疼痛更不舒服 那也可以利用可以在黏膜發炎 或者是口腔疼痛的時候 可以利用用吸管進行牛脂飲食 那避免碰觸傷口的機會 那最後也是可以請醫生 拆遞那個麻醉性的注口藥水 然後在進食前就是可以使用 降低疼痛 下頭的話是突厭不暖的部分 突厭不暖的話就是 其實跟前面前面的部份是會有點像 就是可以用一些像食物啊、煮軟啊 或是加一些醬汁跟湯汁去進食 這樣可以幫助食物突厭比較好 那也比較不會說都完全吃不下醬汁 那避免太粗太陽的食物 那食物也是要建議就是比較冷 冷一點的、比較天涼的 不要吃太熱的 這樣子也不太好吞 那如果說真的完全都吃不下 我們可以建議還是用液體營養的配方 現在有一些補充營養的食品啊 就是你就可以補充這樣 那最後當然就是 可能就是最後可以討入管罐飲食 可能就是要放鼻胃管 然後放進去 才會比較促進 可以促進一些營養這樣 再來的話耳心的部分 醫生可以看醫子吐的藥物 那像這個食物上 我們就是避免一些引起噁心的食物 像是可能太一點的糖果或吸點 或太濃烈、太油膩的一些辛香料 就要避免這樣子 那盡量在那個衝鋒處就是用食 因為有時候空氣或者是濕度太濕 或是太慢了 所以有時候吃東西也會容易吃苦 現在也會造成噁心感的 噁心感的那個感覺會出現這樣子 那可以選一些比較清淡的食物 像是滴汁或蘇打餅乾跟蔬菜水果 那最後一個的話 就可以提到說還是要少量多餐 那每天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六到八餐去用 那不用說一次都要吃這麼多 一般來說 其實當你有噁心感出現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吃這麼多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分皮吃少量多餐 那吃的食物的溫度是接近比較冰涼 或者是一些比較室溫的食物就比較合適 再來是耳吐 那一樣醫生一樣他都會開始止吐劑 那也是建議一些從輕油脂的椰子 像是果汁米湯 那後面可以加一些像油脂 或者是偏軟脂的食物慢慢的增加 那樣子並不是說 欸可是我打完後來後都有一些不舒服 然後我就完全不吃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是要加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小技巧跟小方法 然後來補充自己的營養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因為腹瀉的話 是因為化學治療 是要引起我們腸淋膜都會有一些受損 所以我可能會有一些腹瀉的狀況 那腹瀉的話就很不舒服 所以在水分跟電解質補充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也是少量多餐 不要吃太油或者是高纖維的食物這樣子 那限制奶類 因為奶類畢竟雜類比較多也會導致腹瀉會更嚴重 那腹瀉會比較不舒服 那纖維量要比較寒低的食物 像是說白米飯麵條葡萄汁 或者是去皮的雞肉 或者是清蒸魚跟瘦肉 那急性腹瀉後呢 我們還是要產清流的飲食 就是讓腸道休息這樣子 另外就是可能一般市面上 還有提到的就是益生菌 那益生菌的話 當然是都可以改善腹瀉的症狀 但是有時候還是要去學習一下 醫生會比較安全 那腹瀉的部分的話 一樣就是我們避免使用產器跟粗糙 跟多點維的食物 像是豆類啊 洋蔥啊 或馬鈴薯 牛奶跟碳酸飲料 那如果說你真的還是 因為腹瀉不舒服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吃東西嘛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在要吃三餐之前 可以喝一些湯類跟牛脂飲品 所以一樣是少量多餐的方式 那不要咬口香腸 因為口香腸會容易產氣 那在吃完東西之前 可以先去就是上個腹啊 這個輕微的運用 可以減輕它的腹瀉感 這樣 再來的話是便利 那原則上便利的話 就是我們會建議就是要固定的 進食儲測的時間 那一天水分的話至少 這裡是提供 提供只要是八道食肥 那可以讓糞便可以比較柔軟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 注意碳食腫瘡 碳食纖維的補充 就是多選擇高纖維性的食物 當然最重要還是要運動 那還有額外就是可以補充一些像是 黑枣汁或梅子是可以促進 就是糞便比較就是比較柔軟 它可以幫助排泄的作用 這樣子 那益生菌或者是說優格 優弱乳都可以幫助就是便利改善 這樣子 那最後可以請醫生開立 軟件用物來幫助排便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就是化療 化療期間可能一定會出現的比較大的負責 就是白水所減少 那白水所減少 那你在切在準備的那些食材跟一些器具的話 最好就是要特地清潔跟消毒這樣子 那解凍的食物 必須在冰箱跟微波乳進行哼煮 而且一起哼煮 然後馬上吃 就是不要就是過了隔夜或隔餐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很多人都喜歡吃生魚片 那我們建議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 生魚片千萬不要去吃 因為它細菌很多 那再來的話如果你想吃帶土的水果 那建議就是去皮或要馬上使用 因為有些可能會氧化 那可能細菌就會滋生跟產生這樣子 最後一個就是喝水 你不要喝煮沸過的水 像是飲裝水就像我們做礦泉水 或者一些生水啊 建議就是一定要煮沸過 因為煮沸過是消毒過後的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那以上是我的簡單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沒有聽到 就是或是有問題可以問我這樣子 那 那